现在又对伊朗的这个核武问题 也准备实施制裁 我认为我作为这个大陆人呢 我认为美国的目的就是要控制中东的石油 这是很明显的 所以美国人经常做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 所以我是感到很不满意的 好的 湖南张先生谢谢您的评论 湖南张先生呢刚才发表的这个意见呢 恐怕能代表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心态 也在某种程度上呢和政府的立场呢比较吻合 和中国政府的立场比较吻合 您的看法 是的 我认为这也是代表了许多中国人的意见 那么许多国家都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 而产举一些行动的 但是我们还没有提到的一个军事紧张的一个原因 那就是两个国家的领导各退一步 他说比如说我们要停止向台湾的军售 或者中国的领导人说 我们会让台湾成为独立的国家 不管哪个领导人做出这样的宣布 他们在国内都会受到许多的压力和攻击 都会批评他们说你们没有保护国家的利益 所以说呢 双方的领导人都面临着一些限制 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 都是如此 那么我们希望这个问题上也有一些重叠 好的 那么刚才我们花了许多这个 我们在重点谈了这个美国对台湾军售 在中国引起的这个愤怒反应 那么其实呢 这个美中 我们现在看到美中军事这个 之间交流关系这个停滞呢 实际上还不仅仅完全是由于台湾军售问题 最近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副总参谋长 马小天吧 马小天他在亚洲安全会议上呢 他就这样表示 他说目前美中军事关系的停滞呢 主要有以下三个障碍 第一呢 是就是对台军售问题 第二呢 是美国飞机和军舰不断的在中国的门户 东海和南海地区呢 进行这个高强度的侦查 监测这样的活动 第三个呢 就是美国国会 很久时间以前 大概是2000年通过的一部叫 国防授权法 其中呢 对于美中经济交流进行了 许多方面的限制 所以呢 中国方面看来呢 是完全把美中军事交流关系的这个停滞呢 放在这个责任 放在美国一方 那么 怀子博士不知道您 对中国政府的这种观点 有什么样的评论 是的 那么这也是美中之间产生一些冲突的领域 那么就军事演习来说 美国在世界各地都有很活跃的军事演习项目 他们也派出飞机 包括一些卫星在全球各地收集一些情报 但是呢 国际法也很清楚地表明你不可以中断卫星的行动 那么中国的政府呢 他说 美国不仅应该在12英里之外 这是国际法明确宣布的 12英里之外才能采取他们的行动 而且中国有一个 说在海洋区有200英里 这个区域呢 也是有中国主权的领域 那么中方称 美军或者是别的外国的一些军队 不可以在这个200英里的地区来收集情报 所以说现在这个问题呢 也就是中国的军方变得越来越强大 美国的军方想要了解中国军事到底有多大的能力 那么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美国的国防部 有些人担忧在90年代的时候担忧 当时美国邀请中国的专家 来参观美国的核实验室 来讨论一些核方面的问题 那么有人就担忧 是不是向中国透露了太多的这种核方面的信息 所以他就是说要一定要做出一些限制 那么有一段时期以来 那么美国跟中国区 美国向中国提供这样一些信息 但是他们去中国的时候 那么中国只是让他们参观一下一些长城 或者说毛泽东做了一些那项行动 但是呢他们却没有了解中国的现在的一些军事能力 所以这就是那个法案形成的原因 好的 这是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 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是许波 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话题呢 是美中军事关系等问题 我们邀请到的嘉宾 是哈德逊研究所政治和军事研究中心主任 理查德怀兹博士 听众和观众朋友 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长途电话 向来宾提问题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看法 美国之音为您提供的免费电话是10810 然后再拨8668375161 那么在中国大陆的一些地方呢 您可能要先拨108710 然后再拨打8668375161 此外您也通过电子 您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 我们的电邮信箱是 每周一到周日 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 锁定美国之音电视节目 好的 怀子博士 现在我们来继续接听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来电话 今天呢 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的电话很多 我们希望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在发表您的看法 或者提出您的问题的时候呢 尽量简短简明额要的表达您的观点 好吗 好的 下一位是山东的张先生 山东张先生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专家好 我认为应该欢迎美国国防部长盖茨来访话 我认为越是有问题就应该越应该面对面的进行谈判 把双方的观点直接进行面对面的沟通 而不是被媒体和不明真相的社会舆论所误导 所以我欢迎美国国防部长来访问 另外美国坚持对台销售武器是不明智的 实际上无论在政治和经济各方面 都是违背美国自己利益的 另外美国对台销售武器的理由是占不了的 因为美国一种理论说 美国在极其眼前就开始对台进行军售了 所以今天应该继续维持这个传统 这是什么道理呢 按照这个逻辑 美国在极其眼前还和日本在搭仗呢 还进行战争呢 所以按照这个逻辑 应该进行跟日本搭仗啊 可是现在美国跟日本关系非常好 为什么呢 情况发生变化 所以说中国和台湾的现在跟美国关系 也发生了非常重巨大的变化 所以美国在这方面应该根据这个变化 进行变化而变化 好的 再说一点 如果美国要这样是为了经济利益 那可以买